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我们自己经历的或者亲眼看见的事情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希望我们频道的观众都是对圣经非常熟 哪怕你现在没有非常熟 但是你正在想要更多了解圣经的道路上面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 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位自称是传道人他写的东西 然后让大家来听听说你们觉得到底有问题没问题 我当然一看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明显 太大了 你觉得呢 我也这样觉得 而且我觉得你要求太高了 因为我们的观众都是追求神经要问的 太高了吗 对啊 那我就换成是期盼 渴望 这种行了吧 好 那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是我在一个群组里面 看见一个做事工的人 他认为自己是传道人吧 有没有被暗幕 不知道希望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写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发两个小爱心说光的启示 然后在这里讲到说 吸引财富的正能量来自圣灵的力量 成功最绝 诈一听成功谁就对不对 我告诉你你再往下听啊 还复杂了呢 这玩意不光是一个东西混在一起 下面说说 赚不到钱不是你懒 而是能量太低了 高能量人有三个特征 一 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 二 行动力非常强 说到做到 三 内心非常正能量 你的能量越来越强 你吸引的都是美好的事物 好运 好事 吸引和你同贫的好人 正能量从圣灵而来 不是神给的财富 都是灾难 然后下面就放了一些圣经的经文在下面 然后就有的基督徒看见就说 哎呀妈呀 太阿门了 有人写经文了 你知道吧 他就是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后面加一些经文 然后大家就一看就是 哎呀阿门 这样的基督徒好像太多了 啊 就什么都搞不清楚呢 就乱阿门的基督徒 他不管前面说了什么 只要底下放了一段经文 然后基督徒就阿门 然后什么之类的 对 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 就是不是说人没仔细看 是他仔细看了之后 他发现说这玩意他没问题 那当然了 我看到这个朋友发在群组里面 那他以一个什么事工事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东西不是圣灵的真理 好 那他就生气了嘛 他说那是因为你属灵生命太低 所以你不懂 你看不到圣灵的启示 我想说圣灵怎么可能启示 新世纪的东西呢 对吧 那所以呢 我们就先在这看一下 就哪怕我们先不聊 其他的异端 或者什么其他东西 就是你看到这个 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我这已经写在这里 就赚不到钱 不是因为你懒 是因为你能量太低了 首先我们就不应该 这个样子来看钱财 因为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说 你一定会赚大钱 你一定会变得很有钱 各方面的这个东西 圣经里面的穷人一大堆 我听过就是我教会里面的某个人 他也是讲说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扶持事工扶持教会 就是想要赚钱赚够了 OK 有钱了之后才可以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有太多的基督徒有这个样子的想法 这个人还是算是我信主 然后带我去接触基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然后他都这个样子觉得 就是我们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工 你一定就是要有钱 有钱你才可以去做 任何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事工都是这个样子 事工没钱了怎么办 事工先收掉 OK 有钱了之后再去弄这个就好了 而且不光是你说这个 我们也碰到很多牧师啊 那这些牧师人都很好 没有错 可是你只要跟他们稍微接触一下 他们就全都是钱 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个牧师 很好的 老老实实的 这样一个很爱主的一个牧师 然后结果他就跟我们比划 就说你们这个东西有没有带啊 他就这样比 就说你们这个东西有没有带啊 然后我们就什么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他说就最重要的东西啊 我想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今天是来这里讲话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电脑吧 对不对 你除了电脑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祷告 你有没有跟谁 就我们想都是这种东西 结果他说 就奉献带啊 就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们去分享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钱拿 他的思路是这个样子 但是在我们看来 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那样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想说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让我们 一直都在脑子里面记得的 就是这个事大概过去了 能有两年差不多 但是我们每每就会想起来 就说原来看起来非常好的牧师 就是你也不是说他不好 他也不是不爱主 不是 但是在他的观念意识里面 就是钱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人在这里写到说 赚不到钱不是你懒 而是能量太低了 那讲这种话呢 其实是会让很多基督徒 非常感兴趣的 因为哪怕很多人都是基督徒了 但他还是想要有很多很多的钱 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就是会特别喜欢钱 而且特别被钱也有的这种 那他在这里讲到说 说什么呢 说这个你能量太低了 对不对 你就没钱 那你高能量了 你就有钱了嘛 那他在这里就是讲到说 高能量的人 换句话说 就是可以有钱的人 他具备的三个特征 是什么特征呢 就是第一个 就是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 我跟你讲 这真不是我咬文嚼字 谁能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啊 谁啊 只有神嘛 人不可能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 如果你说任何一个人 或者你说某一群人 比如说像他在这里写 高能量的人 可以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 这是把人列为与神同等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 潜意识里面的转换 我有的时候会非常注意这些语言 然后有的人就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太吹毛求疵了 你是不是太什么 其实不是 这是一个基本概念 就基本概念的东西不可以回销 你就像我在中国上高中的时候 政治课上来的第一个概念 第一个你要学的definition是什么 就是国就是党 党就是国 那你会觉得说 这又有什么吗 这不就一句话吗 算来算去也就八个字而已吗 你为什么要吹毛求疵 你非得要说 国不是党 这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但很多东西 你整个人的思想发生改变 其实就是在这种小的东西上面 或者在小事上面 所以他在这里跟你讲到说 说高能量的人可以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 这句话绝对是说谎的 你不管你是啥人 你都不可能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只有神才能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如果你连这种基本的这个概念都要混淆的话 你要把神的能力跟人的能力这样去混淆的话 这概念这问题非常非常大的 我知道他这边可能是在说商业机会 然后还有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的用词就不能这个样的 如果你要说基督的话 你要是一个没信主的保险代理 OK 你讲这种什么磁场能量 随你讲 我不在乎 可是这个人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传道人 而且他是做事工的 那基督徒就不能这样子讲话吗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词语有什么意义 而且他上面写的他是圣灵跟圣灵有关的 如果这不是真的的话 那你就是在亵渎圣灵 那第二点 他说行动力非常强 说到做到 那这个我没觉得有什么 行动力强说到做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品格吧 就是你如果一个人是行动力很强 可以说到做到 神也要求我们就说 你不要只动嘴不动腿 你也要去做 然后你不要随便答应别人 你只要讲了你要做到 这个是没有问题 不要只当听到的人 要当行到的人 对那第三点 他讲到说 内心非常正能量 你的能量越来越强 你吸引的都是美好的事物 好运好事 吸引和你同频的好人 他在这里面讲到了几个概念 一个是说正能量 第二个是说 只要你的能量强 也就是说他讲到了一个吸引力法则 就是你就会吸引到 比如你是一个好人了 你心里想的都是好东西 那你就会吸引到美好的事物 什么好运好事 什么还有好人 他这里还讲到一个同频 就是同频率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他讲的东西 其实根本就不是基督教里面的理论 也不是圣经的真理 他讲到的是new age new age 我上网查了一下 中文翻成叫新纪元运动 还有另外一个翻译 但是听起来都比较类似 差不多 zoomain的频道 现在在那边讲的那一套东西 他现在讲的我也没有在听 我也不知道 但他原来那个网站里面是非常极力的推行这种 他现在把自己搞得神神兜兜 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底下还是有一堆基督徒人的阿门 然后大概就是像这两个基督徒人 所以呢 新纪元这里面就讲到什么东西呢 讲到就是正向思考 就是他刚才讲说你要正能量 你要想的东西是好的 所以他这个新纪元里面讲是说 你正向思考怎么样呢 说正向思考有助于当事人一路顺风 你看跟他说的一样了 就是说你只要想好事 那你好事好运好人 你都会在你的身边碰到吗 所以他说你正向思考就会帮助你一路顺风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根本就不现实 这完全是虚假的话 这不是说你想好事好事就来 哪有这种事吗 圣经里面没有骗你的 圣经里面没有写这个东西 他没有这种东西发生了 圣经里面还说 如果说你过得太平静的话 表示你这个人没在成长 对 表示你这个人没有在想要更多这个东西 表示你这个人就是停在那边不冷不热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他讲的东西跟圣经真理完全不符合 那么当我问他的时候 我说那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传道人 你写出这样的东西来 那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圣经真理 我说不是 为什么你反而说我的属灵生命太差 我听不懂 对吧 那可不可以请教你 给我解释一下 这里哪里符合圣经 就开始讲了 他就说你那个属灵生命太差呀 求圣灵开心 说你如此骄傲 你要先谦卑下来 你才怎么 反正他就是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圣经里面没有 我们遇到其实还蛮多这个样子的人 然后他们是就是你只要不同意他说的东西 你就是骄傲 你就是不乖 你就是没有办法领受圣灵给他的启示 然后你就是信的不够多 反正唯一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跟随他的人 然后完全百分之一百同意他的人 这个是非常危险 然后非常愚蠢 然后又非常自大的一个想法 对 那如果他又是在这里讲到说 什么正能量不正能量 好啦 就算我们都不是说特别合格的基督徒 那保罗是不是蛮合格的基督徒 对吧 在我们眼里看来 保罗绝对是一个标杆 一个榜样 对吧 但是在这里 哥林多后书11章 保罗他讲到他的经历 他说什么呢 你说保罗他满脑子都是 这个人所谓的正能量 就是保罗是一个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人 而且他是完全抛弃一切 去走神给他道路的人 但是保罗在这里说 他经历到什么 他说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漏体 太惨了 你说这保罗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吗 他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多 那照这个人讲说 他穷成这样子 他这个患成这样子 这保罗没正能量啊 这保罗做错了 对吧 这保罗不符合圣灵的要求 对不对 这保罗属灵生命太差了 他没有办法理解圣灵跟他讲什么 所以他搞了半天 是不是又受寒冷 又差点死掉 还赤身肉体 还在海里飘着 对不对 这好的讲话 就是所有使徒都没有正能量 都没圣灵充满 耶稣都没有 对啊 然后整个 整本圣经里面 几乎所有的人 都没有这个样子的 比他还要圣灵充满 对啊 所以就是我希望大家 如果看到这种 有人自称是什么教师啊 自称是什么事公司 写出这种垃圾的东西啊 我希望你们可以 第一瞬间就看一眼 你们就可以明白 这个东西不服归圣经教导 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 你好好的 舒舒服服的 你就过你的日子 你不会遭受任何的患难 你只要什么 心里想着好事 你的好事就全都包围到你身边 没有这种事 马可福音啊 耶稣跟我们讲说 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 然而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 在路加福音里也说 世人为人子的缘故憎恨你们 排斥你们 辱骂你们 弃绝你们的名 好像弃绝恶物 你们就有福了 在马太福音里又告诉说 人若因我的缘故 辱骂你们 迫害你们 并且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这是神跟我们说的话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而不是从他所谓的圣灵领受 什么光的启示来的东西 约伯记 约伯在这里也说说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也就是说 神希望我们成为金金 神一定会试炼我们 不试炼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达到神要的 那样一个程度 那样一个圣洁的身 所喜悦的 而且被扩张的情 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以这个样子的基础来活 特别是 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 你要知道 绝对不可能一帆风筝的 我记得我就是 信主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生命整个改变 整个都不一样了 然后我就 有一天在听到的时候 然后牧师就在上面讲说 你有苦难吗 你有什么什么什么吗 你有这个 然后我在下面就讲说 我怎么讲 他讲的这些东西 我完全没办法relate 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过得太好了 我那时候刚结婚 然后又有生小孩 然后工作也还ok 然后就是各方面 这都是 然后PHC也刚开始 各方面 我就说我太ok了吧 对不对 我简直就是 只要行在这个神的道路上 然后我就可以有无限的恩典 后来我就发现 就是我那一段时间 我成长是最少的 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 圣经 那我明天再读吧 然后祷告 明天再读吧 然后什么各方面这东西 平安的生活 是会让你慢慢的懒散的吧 那我们看到 不光是这种 所谓的打着圣经的招牌 对吧 你看他这里面混了什么恩典福音 让你去追求钱财 对不对 说你只要好好信主神就会去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真的是 太祸害人 不光他这里面 那个凝结了什么恩典福音 新纪元的这个理论 然后他之后还贴了几节经文 就混成 好像是一个很属灵的东西 发出来 然后让基督徒去看 其实这种东西根本就是毒药 千万不要看 也不要吃 看到这种东西 你第一个反应就要知道 那我不想看 不光是从网络 发起很多 这个仇敌 发起很多这种攻击 要污染我们的思想意念 你知道吗 异端进到教会里面来 以前我只是听说这种事情了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当我经历了之后 想说 异端真的进到教会里面 这个耶和华见证人 跑到教会里面 他们就去找那种圣经根基 不稳固的 或许你是信主信了 好几十年的基督徒 但是他一跟你讲话 他就发现你好像不明白啥 他就去找这样的人 或者是有那种刚刚受洗的 刚刚信主的基督徒 如果大家要是住在洛杉矶的话 在罗兰港那边有一个中东超市 卖菜非常便宜 所以那个超市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 很奇怪 就是我去那个超市推车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妈 在那个超市门口 被几个大妈给缠住了 几个大妈手里拿着传单 那我当时去推车的时候 我就远远看到 我想说 那几个大妈可能是附近哪个教会 出来传福音这样子 然后结果我走近了才知道 我一看他们那个传单 我看 哈 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 因为他们知道那个超市便宜 然后会吸引很多的华人去 那个地方又是华人区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面传福音 我当时一看 我说耶和华见证人 我妈又不懂 我妈一看 讲耶和华 我说走走走 我说这是耶和华见证人 我就拉她走 后来她问我是什么 我就跟她讲 这个是一端 这不是我们的信仰 那后来呢 又发现这些大妈呢 这些人可执着了 她在那个门口发传呢 她发现没有用了 她就进到超市里面去 她进到超市里面去买菜 就是一堆人吧 咱俩在这挑西红柿 对不对 挑一挑 她就回头给你搭话说 哎 你怎么怎么样 就用这种传福音的方式 你又没有去教会啊 你又没有什么啊 哦 你是三种带十字架 你也是基督徒吧 哎 我跟你讲过 是不是 上次我就碰到这几个大妈 在里面搭讪 问我 她看到我 不是知道吗 戴着一个十字架的项链 那我就推着车这样走 那几个大妈就过来叫 哎 你的项链好漂亮哦 别说我项链都漂亮 我当然高兴了 因为我也觉得 我项链很漂亮啊 我就说 哦 是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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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哦 谢谢你啊 然后她们就说 哎 你是基督徒吗 我说是啊 是啊 是啊 我说 哦 你是基督徒啊 哎 我们那个留一个联系方式好不好 这个地方就有点奇怪 你叫就是为什么要留联系方式 然后旁边 她们大概是三个人 然后旁边有个大妈就说 我们也是基督徒 我说哦 那你们在哪里聚会啊 然后她说 我们在圣达台服聚会 我一听圣达台服 我还高兴了 为什么 我说哎 我同事的岳父是那儿的长老 你们认识吗 我就说哎 我说你们生下台服的 我说我这个同事的岳父是你们那里的长老 哎 你们认识吗 他们就 然后三个人就让他看了眼 我想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反应了 他们应该不是亲上的家庭更高兴吗 那种感觉 我说 曾长老啊 你们不认识吗 然后就 哦 我们只认识那里的牧师 我说你去那里聚会 你怎么可能不认识那里的长老呢 我说你怎么可能只认识牧师呢 他就说 哦 这个 就这样子 然后有个人就说 哎 那你年纪轻轻的 我想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我哦 我说我是网络宣教 然后他说什么 就没听懂 我说就网络宣教 他说哦 你是传福音的是不是 我说基督徒都应该传福音嘛 然后有个人就说 你是传道人 我说哎 也不能这么说了 我说基督徒每一个都是传道人嘛 一听我是传道人 嘖嘖嘖就跑了 因为他本来是看 就是说你年轻 你刚信主 对 你年轻刚信主 所以他们想要跟你讲这种东西 就断章取一几个经文 就可以把你骗走了 但后来就没想到说 看着我挺年轻的 就是瞅着挺年轻的样子 结果没想到说 哦 你是传道人吗 或者是你是对这个方面 比较有兴趣的吗 得了了了 所以他们是没觉得 是有这样 真的就跟启示录里面说的一样 那个孩子一出来 然后那个猛兽就蹲在那个地方等 然后要吞噬他们 对 所以我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定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说 这几个人可以跟我有正大公民的讲说 哦 他们是在盛达台湖聚会 我相信他们是有去过的 嗯 他们一定不是说没有去过 然后只是在路边看 就说哎 盛达台湖 像这一种的异端 现在应该潜伏在很多教会 我在我们教会也发现一个啊 嗯 后来大概同破了之后 他也他也不再来了 然后他也不再打电话找我们了 这样子 所以就是 而且还发现有东方闪电 因为最近从大陆来太多人 很多人在大陆是已经 在邪教里面的全能神 但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邪教嘛 就是这些人被蒙蔽了嘛 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邪教 但他们来到洛杉矶之后 就到处找教会 东方闪电的人还给我打过电话 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人 介绍这个东方闪电 打电话给我 就是一个异端 介绍了一个邪教 打电话给我 说让我给他介绍 在洛杉矶的教会 那他只是讲说 这是一个姐妹 我是后来才发现 他是东方闪电的人 哦 哇哦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一直 他打电话就跟我讲 就说哦 说耶稣是男的还是女的 说不定是个女的 没有 有这么明显吗 很明显的特征是 东方闪电他们会 一直跟你聊 末后的征兆 他很在意 他打电话就说 那你们教会 会讲末后的事情吗 我说当然会啊 我说为什么不讲 他说哦 那太好了 太好了 那个哎呀 我就是想找这种 讲末后的真教会啊 可终于找到了 我想说现在教会 好像绝大多数 都是在讲末后的事情 都会触碰到 从耶稣出来就算是末后的 然后就都会讲到吧 不会回避说 就特别不想起诉 我还不知道那样的教会 然后他就讲说 哦 那我问你哈 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他是怎么回来 我说耶稣 驾云回来啊 降临在橄榄山啊 他说 他一听他非常失望 他说 怎么都是这个答案 我说那不然呢 那耶稣咋回来啊 他说圣经里明明讲 耶稣像贼一样回来 我说你是 我说 对吧 那大家都知道 说这样 说这个像贼回来 那是对于那些 没有预备好的人 或者是他们 没有行在神 真理里面 公义里面 他们不知道这个 那对他们来讲说 哦 这个耶稣突然回来 审判突然来 对他们来讲是 贼的日子 他们会害怕 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 活在真理里面的基督徒 我们就只要 要好好预备那一天嘛 所以我们就不会说 特别害怕 神回来的那一天 反而我们会特别 期待神回来的那一天 那这个人 我跟他聊的时候 我也发现 他心里面 没有得救的确据 他怕的要死 我说你在怕什么 他说他怕死 我说死了 不是回天家吗 嗯 你为什么会害怕呢 我说基督徒 跟世界人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不怕死啊 反而我们期待那一天 因为我们是搬家嘛 你为什么会害怕 他没有得救的确据 他不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了 我说那你是 这个时候我不知道 他是异论了 我说那你是有受过 洗的基督徒吗 他说我有 我说你信主几年 他说十多年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假的跟真的 他心里没有那个平安的 OK 他没有那个确据 他说我每一天都害怕 他说我好害怕 我死掉 他说我好害怕 那个耶稣哪天 就像贼一样突然回来 他非常非常害怕 所以 那碰到这样的人 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帮助他了 就是我们当然不是要 回去他 说你看你个异端 因为他也是被人耽误的嘛 你要知道在中国那个环境里面 你要想找一个好好信主的地方 不是那么简单 那他如果一信主进去 他就被蒙蔽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说 这样的人 我们当然要用爱心去帮助他们 而且让他们明白神的真理是什么 让他不要再这样害怕嘛 你看把他自己都吓个万死 他信主十几年了 心里一点平安都没有 天天怕自己出意外 天天怕自己突然就死掉 天天怕耶稣就像贼一样 突然回来在门口敲他的门 他说他一想到这个 他怕的受不了 他跟我讲 所以你就看到 这样的人我们是要帮助他 但是 不要被这样的人说的话所蒙蔽 因为像耶和华建政人 他们是带着墓地来到那个教会的 他们是要把羊抓走的 所以 那其实呢 现在对基督徒的危机来讲 我们刚才大概讲了两种 对不对 一个是夹杂着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的 伪装成圣经教导的东西 让你去学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 真的是潜到教会里面 是到你身边 然后这样拉你说 走走走走走走 这样的人去骗你 其实除了这些东西 会让基督徒的眼光发散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 在我们身边更常见的东西 甚至是更不容易察觉到的东西 如果你讲说我圣经真理我OK了 对不对 他写那个东西 我一看我也知道是假的 这不是圣经真理了 圣经真理不会讲到什么磁场正能量 那种东西 或者是讲到说 这异端吧 异端我也OK了 我一听这个耶和华建政人讲讲讲 他就说耶稣是天使 对不对 我一听他说耶稣是天使 我就知道他是假的 我听这个东方闪电就说什么 末后的时候 神就像贼一样回来 他们都不知道 耶稣要荣耀降临 橄榄山 对吧 他们不知道这个 我一听也是东方闪电 这些我都懂了 但是其实有更多其他的东西 在模糊我们的焦点 或者是 让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干什么 不知道我们是谁 举个例子 很多基督徒非常喜欢讨论政治 It's OK 甚至某些方面是非常好的 就是你讨论就讨论 你可以用圣经真理的角度去看说 什么事情是对 什么事情是错 然后你也可以在你的生活中 practice 你自己是一个Christian 对吧 在这样一个美国非常自由的社会里面 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也可以做研 你可以做光 但是很多人 在这个时候 会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问题 他们会把自己政治身份的认同 高于自己信仰身份的认同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他们一讨论到政治的时候 忘记自己是个基督徒 或者是他们嘴上会说 我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没有在做基督徒的行为 或者是他们会认为说 我自己是川普的支持者 大于 我是受写的基督徒 或者是我是神的儿女的身份 这样会比较多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现象 而且我在这个节目上不断的讲 就是这样 AI News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频道 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变成刚强的基督 我知道你可能知心苦 我知道你可能支持 德上帝斯各方面这些东西 然后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个 像我在数落川普的错误的时候 他们会不爽 他们会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说川普 川普说堕胎 我们要想一个堕胎的一个数字 OK 我们要找一个堕胎的时间点 在之前可以堕胎 之前可以 就很多基督徒认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你说 堕胎三个月六个月 很多基督徒认为这是非常主观的观点 可是问题是 你把你的政治身份放在前面 还是把你的信仰身份放在前面 如果你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我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 或者你不是一个基督徒 或者任何人不是基督徒 讲出这样的言论 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非常可以理解 你可以讲任何 就是你说这几种东西 都是个人主观意识 他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为了这次的选举 我们就不要提这个东西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或者他 或者作为我们信仰的频道 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出发 你问我 三个月OK吗 不OK 六个月OK吗 不OK 一个月OK吗 不OK 堕胎这种事情上就是没有OK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不在意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我也不在意人的评价是什么 但是堕胎这个事情在我们的频道 big no no 就不行就是不行 不管是德桑蒂斯说 不管是川普 不管谁说 不管你今天给我搬出多大的牧师来讲 说某种方面说是OK 不 他不OK 因为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讲 他不OK 那川普有他自己政治方面的考量 我不能完全让他按照我的心意去做 对吧 但是我该说的话我要说 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出发 我不支持就是不支持 那你说你这个为了什么选举考量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 因为我知道得胜的唯一的秘诀 就是你按照神的话去做 这是得胜的秘诀 人用自己的小心思 用自己的小聪明去做任何事情 到时候绝对会失败 有太多这个样子的事情在保守派的群体里面发生 不只是在信仰层面而已 在政治层面也是这个样子 有太多的人 我来跟你说 只要能赢得这次的选举 怎么样都可以 然后只有川普才可以去做到这个样子的事情 不管川普说什么 我们都一定要100%的支持 我们的频道下面有很多的人 他是无条件支持川普的 川普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找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帮他说 川普的意思就是 川普说的没问题 川普说的没毛病 川普说的一切都OK 是你们这个样子 AINews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目 我现在对你们失望了 然后呢 我本来要支持你们的 但是现在看到你们这个样子 我还好我当初没支持 还好你没支持 真的不需要 谢谢 我说真的 我们不需要你支持 我们不需要你给我们任何一毛钱 而且会讲出来这句话的人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你不会给了 因为有太多的人 跟我们讲过类似的东西 有太多的人说 等我有钱了 我就来支持你 帮我祷告 我有钱了就过来支持你 我本来要支持你的 结果你竟然说这个样子的事情 我本来要支持你的 结果你竟然访问这个牧师 我本来要支持你的 结果你竟然这样 你不会支持就是不会支持 你不用在那边帮自己找个理由 好像你早就知道还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不听川普的 我们不听德桑帝斯的 我们只履行圣经里面的话 我们只履行神的话 我们不在乎任何东西 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就这个样子而已 对 所以你问我们对川普的看法 我们当然是支持他当2024的总统 因为他现在就是最好的候选人之一 但是如果你问我们 那我们也是有思想的人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要坚持的地方 那如果川普他说了任何话 或者做了任何行为 跟我们的东西不一样的话 我们有责任要去说出来 这个是我们行使我们的第一修正案的 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 所以这是我们的想法 那如果你是一个无条件支持川普的人 Go ahead 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有真理来作为分辨对错的东西 你没有 It's ok 太多的人没有 你现在要是讲 你真的你拉出多少牧师来 很多牧师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真的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分辨每一个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频道的初衷 也不光是我们频道的初衷 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不会 我们的频道也永远不会 因为你们讲任何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那之前呢 有一位加拿大的先知 来到洛杉矶这边 给我们有一个服饰 就是发先知语言的服饰 那一天他在很多人当中 我只是在角落里面坐着 他在讲道的时候 他在很多人当中 他就点起我来 他说你起来 我有话要对你说 所以我就站起来 站起来之后 他跟我讲的是 加拉太书的六章 加拉太书六章在这里说的是 这个第六节说 在道理上受教的 当把一切需用的 供给施教的人 第九节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所以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 更当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是神一直放在我们心里的负担 在他发预言之前 其实我们心里就知道 只不过就是他用圣经的经文 更加让我们明白 就是更加点醒了说 我们应该做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做的 不是让所有的人高兴 我们不在乎收看率 我们也不在乎你点赞的数字 我们也不在乎我们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我们如果在乎我们事工不会做到现在三年 我们不在乎这些东西 我们唯一在乎的就是 我们有没有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东西 有没有说神要我们去说的话 而且对基督徒 对跟随神的人 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我们会特别的苛刻 我们会希望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会希望他们可以成长 我们会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变得刚强 我们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当这个世界的眼跟光 而不是只是我是基督徒而已 你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跟其他的人没有任何的差别 就像加拉太书二章在这里讲到 说保罗他当面的斥责彼得 也很难讲斥责吧 但是他就是当众把彼得做的不对的事情给说了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 在加拉太书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 这里说我用的是当代译本 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这里说后来彼得到了安提亚 因他做错了事 我就当面责备他 这个我说的是保罗 保罗写的 他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还没有抵达之前 彼得和外族的信徒一起吃饭 但那些人抵达以后 彼得因为怕那些坚持行割礼的犹太人批评 就与外族的信徒分开了 其他的犹太基督徒也跟着彼得装甲 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从了他们的虚伪 我看见他们不照福音的真理性 就当众对彼得说 你身为犹太人 如果行事为人像外族人 不像犹太人 又怎能强迫外族人 按犹太人的规矩生活呢 那他在这里讲到了一个 受割礼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 保罗为什么讲彼得 为什么 因为他这里讲很清楚 就是说在雅各 那些人还没来之前 彼得跟这帮人一起吃饭 但是当那些人到了以后 彼得为啥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了 彼得怕看见嘛 对吧 彼得都不说我不跟你一起吃饭了 就是因为这些人来了 彼得说因为怕来的这些人批评 就说你怎么跟这些没受割礼的人一起吃饭呢 他怕这些人批评他 所以彼得就悄悄的 就说我本来跟你吃饭嘛 我为了避免 我怕你骂我 我不跟你吃饭了 我就走了 然后这里讲到什么 说不光彼得一个人这样做 其他的犹太基督徒 也跟着彼得装甲 甚至连巴拿巴 也随从了他们的虚伪 你看这里面用词用的 装甲虚伪 你说白了 这个事是不是一个小事 不就是我跟你吃不吃饭 我不跟你一起吃饭吗 但是保罗说 这个不符合福音的真理啊 保罗在这里第十四节说 我看见他们不照福音的真理性 就当众对彼得说 只是一个吃饭不吃饭的事 现在的人会觉得说至于吗 为什么这样啊 他也可以理解嘛 对吧 彼得就是那个不想被人讲嘛 就不想被人说 你怎么受个力不受个力 他为了避免这些事情嘛 但保罗说 你不应该去避免这种事情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 福音到底是怎么说的嘛 如果你按照神给你的福音 这样真的去做 你又何必怕这些人说你呢 这一段经文 你今天跟我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太棒了 我们要做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就跟保罗现在做的东西 做的东西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给人看的 我觉得最错的地方就是 彼得在这个地方最不应该的地方 就是他认为他的信仰是做给世人看的 是做给其他人看的 是做给雅各看的 你觉得我不行 那我们就不行 那我就妥协 OK 但是保罗知道不是 圣经的真理是什么 圣经他们要我们传达是什么 圣经要我们怎样去活我们的人生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神怎么看我们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其他的基督徒 牧师怎么看我们 教会怎么看我们 还有观众怎么看我们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完整的基督徒 我们要活出的是完整的基督徒的生活 要跟随耶稣 而不是取悦你身边的人 让他可以跟里面的这个雅各一样说 你做得很棒啊 OK 这样子好 那我打赏你 给你个五块二 然后让你好好的去捧川普就好 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样子的生活 我们要传达的讯息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讯息 对 那就像在加拉太书 在这里保罗也说到说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 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 要叫我们做奴仆 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 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 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 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 那所以呢 他在这里讲到奴仆 就是有引进来的假弟兄 那这个假弟兄要让我们做奴仆 因为他看到我们 已经被神释放的自由 所以这个奴仆呢 或许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异端 夹杂着圣经的教导 或许是政治 是要让你做奴仆 或许是金钱要捆绑你做奴仆 或许是名望要捆绑你做奴仆 或许是恐惧 或许是那一切上 世界上能够吸引你的东西 不要你专注看神的任何东西 他们都要捆绑你做奴仆 但是神告诉我们可以抵挡了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保罗写到后来非常严厉的 在哥林多后书 他为什么那么严厉 保罗到后来警告那一些 仍然犯罪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他说当我再去你们那里的时候 我将必不宽容 这话说的很重的 保罗一直写信都为父为母 我爱你们 我这是在爱心里面跟你们讲 保罗为什么讲出这么严重的话 为什么 保罗这是第三次要去哥林多教会 他已经去过两次 他去的两次 他每一次都看到之前犯罪的人 还在犯罪 他们一直活在罪的光景里面 保罗生气的一个原因 讲这么狠话 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 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 明明可以靠着神胜过罪嘛 但是他们在这么长久的时间以来 保罗已经去过两次 这是第三次要来 他们在这长久的时间以来 在圣洁跟罪恶中间 他们仍然选择罪 他们不选择用神的道理去递到 他们还是要选择罪 所以哥林多后书 保罗在这里跟他们讲说 基督对你们并不是软弱的 而是在你们里面大有能力的 你们总要省察自己 是否在信仰中生活 你们要考验自己 除非你们经不起考验 你们自己岂不应该知道 有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 我希望你们知道 我们并不是经不起考验的人 他讲我们可以经不起考验 他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总是要省察我们自己 是否在信仰里面生活 你们要考验自己 这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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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点 真的不要被所有 其他乱七八糟的道理带偏 不要被人的口说里说的话 所带偏或者是多数人同意 但是你讲的话是少说 No 要分辨一切 只有圣经这一个东西去分辨 其他的东西 你一概都不需要在乎 保罗说这些有名望的人 与我何干呢 对啊 所以说我们当基督徒 不要这个样子 我们当基督徒 我们要跟在里面保罗一样 我们要跟随保罗 就像保罗跟随耶稣一样 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 你要为你自己的思想 你要为你自己的属灵状态而负责 而不是要去讨好 世界上的东西 川普里面的支持者 还有在什么 Telegram chat里面的其他的人 你要的不是他们的赞 你要的是神对你的认可 你要的是神在你的人生当中 所以说这是 我觉得这是 我最近看到这么多问题的 这个最大的重点 对 而且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人生道路中的话 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回来以前 或者到我们建主面之前 还有一段时间 那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会经历到更多更多的挑战 我们身边每一天发生的这种小事 你都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而这样每一个选择 到了建主面的那一天 你都要原原本本的在神的面前交账 为自己的永生考虑 为自己以后在基督台前 跟神阐述你一生的时候 的那一天 做好预备 所以现在好好的装备自己 按照神的要求去思想 按照神的要求去生活 按照神的要求去分辨 所有的事情 对还是错 这样我们都是蒙福的 好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看完这个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稍微有点长 然后我们也讲了很多 特别不留情面的话 但是你看完了之后 你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你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弗丽莎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